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嫦娥奔月 相传 远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同时出现 晒得庄家哭死 民不聊生 一个名叫后裔的英雄力大无穷 他同情受苦的百姓登上昆仑山顶 运足神力 拉开神宫 一口气设下九个太阳 并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 为民造福 后裔因此受到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后裔娶了个美丽善良的妻子 名叫嫦娥 后裔除传异狩猎外 终日和妻子在一起 人们都羡慕着对郎才女貌的恩爱夫妻 不少智士慕名前来投诗学艺 心术不正的冯蒙也混了进来 一天 后裔到昆仑山访友求道 恰欲由此经过的王母娘娘 便向王母求的一包不死药 据说 服下此药 能即刻升天成仙 然而 后裔舍不得撇下妻子 只好暂时把不死药交给嫦娥珍藏 嫦娥将药藏进梳妆台的白宝侠里 不料 被小人缝蒙看见了 她想偷吃不死药 自己成仙 三天后 后裔率重途外出狩猎 心怀鬼态的冯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 待后裔率众人走后不久 冯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 卑逼嫦娥交出不死药 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 危急之时她当即立断 转身打开白宝侠 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 嫦娥吞下药 身子立刻飘离地面 冲出窗户 向天上飞去 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 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成了仙 傍晚 后裔回家 侍女们哭诉了白天发生的事 后裔既惊又怒 抽剑去杀恶徒 冯蒙早逃走了 后裔气得垂胸顿足 悲痛欲绝 仰望着夜空呼唤着爱妻的名字 这时 她惊奇地发现 今天的月亮格外皎洁明亮 而且有个晃动的身影酷似嫦娥 她拼命朝月亮追去 可是 她追三步 月亮退三步 她退三步 月亮进三步 无论怎样也追不到跟前 后裔无可奈何 有思念妻子 只好派人到嫦娥喜爱的霍花园里 摆上香案 放上她平时喜爱吃的蜜食鲜果 摇记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 百姓们闻之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后 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 向善良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 由此 中秋节拜月的风俗 便在民间传开了